大家好,欢迎来到AMIP-Asia's Most Influential People,全亚洲最影响力的人 今天晚上,我们有Amber Chia,我们的Super Top Model 很开心我们又见面了Jack,上次记得吗? 然后跟你的宝贝儿子,我们也有上面子书直播,今天又很开心,可以跟你再次做面子书直播 但是不好意思,你不要看我这样子乖的,因为我早上下来还有时间去改装 我早上有画一个新凉的一个新造型,我们新课,所以这个就会很一样 所以就很没有下座 有,我早上有看到这个直播 对,我早上有就直播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下座 反正还有一点缺 我们的新的课程,我们的这个化妆新化妆课 给大家看到我这样子跟以往不一样,是这样的原因来给大家知道一下 不会,不会,不会 OK,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Amber Chia,来到AMIP的这个平台 OK,今天晚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晚上,因为通常我见到Amber Chia的时候 我是没有那么多的问题问她的,可是今天晚上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多的问题 OK,那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这个 The Modeling Secrets of Ember Chia 哇,我觉得 我觉得我 没有关系,在没有开始之前,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说我跟Jox怎么样认识的 好,我们其实是之前你在开那个果汁店的时候认识的,对不对 他邀请我,成为开张的嘉宾 然后就认识了这么多年,多少年了,十年了吗?差不多了 快要十年,对 我儿子很小,九年了吧,那是我儿子还刚刚学久了 很久了老朋友,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你做直播 大家吗? 对,我也非常的开心 OK,那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从当时认识到你,然后到今天 我又觉得Ember就是一个很Humble的一个 怎么讲,Ember是一个Super Top Model 一个Celebrity 那其实我看到Ember的身上就是她很Humble 不管她对谁都好,她的 我觉得她怎样Response Response给她的粉丝,或者是她的朋友 都是很真诚的,所以Ember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你也不是一样吗?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有点给自己了 嗯 so,ok 那像一期说她聊过特儿的东西对吧,Jack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非常好奇,我也非常想要问你很久的问题 so,ok 那现在就随时就马上进入这个话题了 那Ember,我想问你哦 嗯 对于你 你怎么样看 就是Modeling对你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我可以讲Fashion对你是什么 什么一个概念 因为在,如果是我啦 如果我讲Modeling来讲 我会觉得说就是 走Catwalk啦 然后摆几个Post 那个就叫Modeling 因为我不懂 所以如果我给Ember你这样多年的经验 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嗯,那对我来说 那摩托尔其实就是 因为我在这个圈子今年是我的21年了 在这个摩托尔的圈子 那摩托尔的圈子其实对我来说是 已经超过我的半世人了 我说17岁,18岁 好,那在以前的年代啊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拍宝告跟Mabu一台 那现在的这个摩托尔的圈子呢 它已经是很不一样了 跟以往的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网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改变 那好像现在的摩托尔 你看我刚才一直在安装运 很多时间没有 现在摩托尔都要 以这个网路上接触 像现在我们所做的LiveStream 好像我们都要有自己的 这个Social Media Platform 包括了最基本的就是I YouTube的Instagram,TikTok 现在I YouTube 那现在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再加上呢,摩托尔 现在的摩托尔不只是做猫 也需要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网路平台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跟Followers 还有就是有很多广告呢 其实现在也要 我们自己拍了之后 路上去挽住一些宣传的 这些摩托尔的这个片子呢 是很大的 我们跟Influencer 已经是有连接性了 跟这个主播也是 这些摩托尔卖产品 不只是在广告买产品了 他还要在网路上产品 或者是他们所用的产品 他们所分享的这些 这个产品的资讯也是 所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今天才跟我的团队说 诶,10点我们可能要做一个 网路的Fashion Show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些 网路上 一个时代上的改变 那我觉得如果你不为了这些 而去改变的话呢 你很快就会考虑 所以如果跟上这个社会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做出改变这样 对对对对对 非常认同 在哪个行业都好 其实在这个疫情 就是很多改变 就没有办法也是要改变 就是没有 很多很多人是没有在这个 网路上的 他们被逼 没有办法都要去 都要多一点在网路上 可能做生意啊 曝光啦 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疫情之前呢 其实已经在做出改变 但是疫情自己呢 它的这个改变度更加的快 好像打个例子说 之前我们就是 其实又在想 等慢慢的 我们可以开一些 课程在网路上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了之后 我们没办法 我们要开得很快 那有一些餐厅 可能就想 以后我们生意做大了 可能我们可以delivery 但是到疫情的状况 很快就在网路上 delivery 在网路上做order 所以我觉得疫情 让我们这些变化 变得更快 但是 对 都在改变整个社会 跟整个世界 这样子 嗨 Jack 你世界吗 是Jack Lee 是他吗 应该是 不是 Hello 大家晚上好 Adrian Jack Lee Hello 你们好 嗯 OK 先来到的朋友 可以帮我们 这个Live 分享 没有 这个Jack Lee 是我的姨站 姨站晚上好 姨站是我的 阿姨 我的阿姨的老公叫姨站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张好 这是我的老朋友 哈哈哈 OK OK Hello OK 因为 那Ember 我想 嗯 你知道我要跟你说 你跟我的以前 跟第一个男人的名字一样 Jack Lee 我就不会聋了 哈哈哈 OK OK 我现在已经在吐笑 好 所以 Jack Yeah 我也想问你哦 就是你 呃 在这个模特 这个 career 已经多久了啊 对 21 嗯 所以我今年是 21 我很希望我是庆祝21 所以 但是不是我是庆祝我21周年 哈哈哈 在这个 嗯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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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啊 我们的观众 哦 就是他们 可不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然后 呃 会不会 会不会比较like 还是什么 你的网路那边不大好耶 你的网路那边不大好耶 我看到你的 呃 我看到你很忙 完全跟他有理由 来了一下 我这边OK吧 啊 哈啰我都要看到啊 可以给 是吗 嗯 OK我 我这边看到Amber 会比较like一点点 哦 我看到你like 怎么会 是吗 是对方 嗯 可能我觉得就是 对方哪一方面的网路不好 他就会出来like 对嘛 嗯嗯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吧 大家 如果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要告诉我们哦 哈哈哈哈 好 没问题 反正我们的直播 就是啊 还可以再重看的 OK 那啊 OK Amber我想问你 就是有什么criteria 需要的 就是如果要 要变成一个model来讲 哦 现在当model 真的要多餐多页 现在 多饭多页 我觉得现在 没有啦 第一就是如果你要 你要赚钱的话 你真的是要 每一行业都混一点 你知道 打个予计啊 主播啊 直播啊 或者是 广告啊 或者是 有些model也是去当演员 当主持啊 出席活动啊 都有啦 那呃 那个是呃 那个是我 其实基本上 我在这么多年里面 有做的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说 要具备什么条件的话 那以前的model呢 只有一定要高瘦 那现在的这个高跟瘦 那现在的这个社会 开始改变呢 model其实不只是高跟瘦的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model其实现在国外 你有流行一些不一样的model 这个中国的非常红 他就是那个百法 百法八十多岁的一个model 在国际舞台上做的非常好 然后还有就是 plus size model plus size model也是一个 蛮大的这个市场 然后 还有teen model 所以不 还有这个betique model 就是小字的 所以model不只是 一定要高高瘦瘦的了 现在 现在model的社会已经改变了 他们其实就是 最重要就是 你呃 是适合这个厂家的需求的话 他们就会邀请你成为他们的model 这样子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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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才多艺了 真的 嗯 对 因为现在当时model model不只是要 懂得猫步 猫步也是一个技巧 你会 猫步的跟猫步的 走出来就很不一样吧 那个也是一个技巧 要学的 要懂 那第二呢就是 呃 这个model也要懂得在镜头面前 怎么样展现自己 然后怎么样去 把这个厂家的信息带给观众们 对对对对对 照你要懂得这个posing 就是你怎样摆设的这些技巧 所以model除了懂这些技巧以外呢 现在的model还要懂 怎样在网路上经营你的这个social media 因为如果你没有followers 其实 你就只可以当一个普通的model 但可能你就赚不到那个网路上的这个钱 因为网路上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产家 他也把这个budget 那个marketing的这个那个广告费 就是budget也放在这个网路上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可以赚到钱 可以做得很好的model 一定要在经营你的这个social media 然后你也要在physics 就平时你也要做得很好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什么都做得到这样子 就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也可以当一个很好的model 当一个多产度一的model 现在model也很精致 哪懂得拍照 Aven你一开始 嗯 OKAven你一开始进这个model的这个行业 我相信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对镜头是很sensitive的 嗯 可能很拍摄啦 然后不太不太敢摆post啦 嗯 那以往你刚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 我觉得每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 都会很紧张吧 尤其第一场show的时候 我也是很紧张 我还记得我在猫 走猫步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 脚都震 然后 我还有去参加几场选美 我的移战就是带我去选美的那一个 Batley 哦 那 还有 我阿姨跟我移战 他们都担心我威胁嘛 刚来到吉隆坡的时候 他们就带我去一些 这样子 还有做我的粉丝 那时候我还没有粉丝 一个都没有 虽然我没有拿架 但是他们是唯一支持我的人 因为我在吉隆坡也没有朋友 这样子 所以就 就开始 就是 这些 选美拿经验一些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 感受 然后慢慢 越做越多之后呢 你的胆就没有 你就不会有这个stage fear 你在舞台上就不会害怕 那不会害怕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展现出 比较有自信 比较好的一个自己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靠经验的 嗯 摩托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文凭吗 我说不是 没有人会跟你要文凭的 因为我们不是在请严工 我们也不是在请admin 我们要的是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你的profile 你的这个profile有多强 你有拍过些什么 你做过什么show 然后或者是你的技巧一定要好 这样子 通常你所有的面试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说 哎你可以走的k我来看 那你走的k我之后呢 他们就会看你的 这帽子好不好 那个是技巧 那第二呢他就会问你 哎你又没有做过show 那如果你有的话 你有经验的话 他们对你更加有信心 那第三呢 他就会问你 啊就是 哎你的social media是什么 那如果你的social media 是拥有这个follower的话 那他就会觉得 哎这个摩托应该不错 他的follower蛮多人 蛮多人follower的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social media 可能只有这五个follower的话 这个摩托可能 还没有可以当艺人 就可以当个普通的model而已 所以我觉得 都会judge你的这个 对 很多产家都会以这一方面去judge 你的这个知名度现在 因为网路就是 就是现在都对现代的人都是非常重 嗯 对对对对对对 才认同 嗨 魏勋你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What are your greatest achievements? What is my work? sorry Jack 你那边网路不太好 我没有什么听到的说话 大家是看到 对不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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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网路不好还是Jack那边 其实我想 想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好 对可以让我们知道吗 对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喔 要不然我们就 因为Jack 他的 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 check一下我的网路 嗯 没有关系 好 我看到我干尼儿也有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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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ia How are you Hi Janet Su Oh Emilia Hi Emilia 我看着窗口有点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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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I just finished Bedding Brighter Makeup Foods by my sister Embetra Cream Makeup Coach Pinky Char That's why my makeup is beautiful today I don't do this type of makeup normally but today my makeup is very beautiful I just loved it I have skin weight today 嗨 特别的眼睛 Jack is lagging Adrian Dan说 Jack is lagging Jack你的网路不好喔 嗯 哦 我的lagging喔 嗯 謝謝大家 謝謝Adrian 謝謝 OK 謝謝Adrian 謝謝你們讓我們知道 謝謝Wong Su Yun 謝謝謝謝 你們都很善良讓我們知道 謝謝大家 好沒關係 對對對 其實你的网 你一直都給我感觉 今天是蒙蒙糊糊的Jack 但是沒有關係 哦 我還聽到你聲音就OK了 如果我聽不到你聲音的話 我就開始找 我就聽不到 答不到你問題了 所以你下一個問題 對對對 哦 OK 來我下一個問題就是 呃 你 你的Greatest Achievement So far 是什麼 呃 我覺得 人生不會只是有一個Greatest Achievement 啊 我覺得每一次當你呃 成功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話 那 呃 要分成Greatest的話 我覺得 我的選擇吧 當初從 沙巴州 來到吉隆坡 那是 踏出第一步 那一個很重要 沒有踏出那一步 我可能今天還在菜市場 幫我爸爸賣魚 還在問自己是否可以當model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前我再還沒有過來 吉隆坡的時候 我其實是在 啊 沙巴州抖屋的 新安巴沙巴 賣魚的 那那個時候 在賣魚的時候 有很多ante說 欸你長得很漂亮啊 可以去當美姐啊 可以去當model啊 那個時候我的頭就越來越大 那越來越大之後呢 那個時候我們在 呃 那個時候年代還沒有Google 所以我們就看一些報紙 那時候我們的報紙是 不是大份 都是這樣大份 現在的報紙很大嘛 然後我就 呃 有去參加一些 網這個報紙上 你寄照片給他 如果你照片是漂亮的話呢 他們就會把你登那個照片 登成大康 然後我就呃 選那個 加那個照片 所以我就 欸開始覺得 越來越有資金了 欸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就呃 就呃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的頭越來越大 然後我就想到 我一定要去 萊姆倫波嘗試 去追求我的夢想 然後踏出那一步 其實很重要 因為沒有踏出那一步 我現在可能 還在菜市場賣魚 還在問自己 是否可以做model 然後之後 第二個呃 第二個 人生的 greatest achievement 應該是呃 一直以來我覺得 我很很 很開心 我一直都是抱著這個 永不放棄的精神 因為我覺得 永不放棄的我才可以 走到今時今日 因為在我還沒有參加 這個guest的比賽的時候 就是拿到那個 國際獎賺的時候呢 其實我 呃 那個是我的人 真的一個很大的 turning point 在2003年 我在國際上 63個國家的比賽 我成為了冠軍 呃 因為有人的冠軍 所以我就呃 擁有很多國際的機會 到不同的國家工作 然後才可以走到今時今日 那我要說的就是呢 呃 我其實在還沒有參加 那個比賽之前 我有參加了很多很多 大大小小的比賽 那都沒有拿過獎 我應該有參加了40到50個比賽吧 我覺得如果我在 那邊放棄的話呢 嗯 我就可能打到那個 國際的獎狀了 而且啊 我覺得永不放棄 呃 相信自己 然後每一個人對美的觀點 都不一樣 所以就 只是要天使地利人和 有時候你不懂 你遇到那個 對對對 但是這麼巧 我在國際上那些評審 都很喜歡我的樣子 所以我就得獎了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天 是你的那個 biggest achievement 所以就 嗯 你就快一致嘗試這樣 所以永不放棄 是很對的 有猛想就要去追求 好大家 對對對 對對對 真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Advice So Ok Amber 你你你你有沒有 idol 你的idol是誰啊 好奇 我啊 我其實從小到大 我都很喜歡 Angelina Jolin 那Angelina Angelina Jolin呢 是因為 她是我的年代的 非常操控的一個 名人啊 對對對 那她 她也是我的心目中的偶像 因為她的故事 蠻inspired我的 她很強 嗯 然後第二就是 在馬來西亞的話 其實在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進入模特兒圈子的時候 有一位 非常紅的一個女模特兒 叫做琳丹 那她 她在美國做得很好 那個時候的我就覺得 她是令到我 她是另外一個我的榜樣 是因為呢 我大概也 我很喜歡去讀林佳的故事 這是我的一個個性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成為她今時今日的這個個性 跟這個承受的 對 相信吧 那我就去看令旦的故事 令旦那個時候在美國是超紅的 那 那個時候我就 了解了她的整個故事 我覺得她故事也令到我更加的堅強 想繼續的不要放棄 就是一直走下去 因為她的故事就是 她剛開始模特兒在馬來西亞的時候呢 她的這個工作機會不多 而且她不是美女型的 她是那種東方眼的那種 五官比較扁的東方眼的那種樣子 就是比較 外國人可能會喜歡 那個時候 亞洲人都不大會去欣賞這種美的 因為那個時候的那種 亞洲的美很多男生都覺得 一定要大眼睛高鼻子小嘴巴的 我那時候馬來西亞也不會欣賞我的美的 因為她們就覺得 我媽媽跟我說 我媽媽還擔心過我 你知道嗎 媽媽跟我說 你嘴唇這麼大以後一定是吃老公的 沒有人要娶你 然後 Angelina Jolin 把那個 白虹 所以她是我的偶像 那 然後說的就是那個時候的我呢 就是 那個令旦呢 其實她基本上在馬來西亞呢 就 沒有工作機會 很多人都覺得她不漂亮 但是 她一到美國工作的時候 她就爆火 然後她就在 很多人就開始覺得她是 擁有另外一種美 那東方美的 那我要說的就是呢 那個時候她就給我一個很強的一個信息 雖然我在馬來西亞 選了很多次美 比賽了很多次都沒有拿冠軍 沒有關係 因為我相信有一天 我也會像她一樣 一到一般會欣賞我這種美的一般人這樣子 然後 我很感恩也很榮幸 我相信在2003年的時候這麼巧 後嘴唇是超紅的 很多人都去 那時候很多人去打針 打那個嘴唇打到厚厚的 哇 對對對 超紅的後嘴唇 所以就這麼巧 我也是天死地利人和人 我從小到大 我人家吃腸欺下我的這個臘腸嘴 就爆紅了 就製成了這個 那個時候也拿獎這樣子 所以很感恩我沒有放棄這樣子 所以我人生有兩種欲求 一個就是從 沙巴州來到吉隆坡做的那個決定 第二個呢就是 我在沒有放棄一直堅持我要做的東西 堅持選美 然後當我遇到錯誌跟問題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人問我 當你沒有遇到問題跟錯誌 當然有啊我是人 我一定會有 開心傷心的時候的人 一定會有情緒 那當我遇到問題跟錯誌的時候 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就會看一些成功的人 因為我覺得 成功的人都 一直走在步落地 尤其是白手起家的一些人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 comments 我的 brother 我的 brother Ryan 你也在 他每次在我直播都會出現 謝謝你 Ryan Karven On Karven On 在網路上 Karven On是 馬來西亞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設計師 Jack你知道嗎 Karven Karven On 好 那很開心可以看到他在網路上 Karven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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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问她 我妈妈是穿梅贵 所以穿梅贵应该是 问我是不是我妈妈的亲戚 那我妈妈呢就很 我的阿姨 我小姨 我小姨 那我妈妈呢 就很开心 她终于可以 我要她慢慢学 我不想她被淘汰 所以我买了iPhone给她 希望她可以 慢慢的学习 用这个smartphone 因为我妈妈爸爸 都是用这个 Nokia的 那我之前有买过 一个iPhone给我爸爸 爸爸用了三天之后 他跟我说按不到 因为他每次去巴厂的时候 他每次去巴厂的时候 他手撕了 他去按按不到 结果他就说 他不会用 他叫我换回他的电话 所以就浪费了 我整个iPhone的钱 所以我妈妈 今天她已经是 用这个电话第三天 我吸第四天 第三天是第四天 我吸 她不会放弃 去学习新的东西 当然老人家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 我希望她可以pick out 因为我希望 以后我要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可以背菜汤 或者是WhatsApp video call她 那她要让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 她就不需要 经过她的朋友 很多很多 打我一个签 赞一个照片给我 然后她就直接可以拍给我看 因为现在 真的这个网络的发展 让到我们很方便 随时随地 我想要看到 我就可以 就是做这个 对 就像现在 就像现在这样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希望 我的家人也可以pick out 但是我不会逼她们 我是让她们慢慢的学 那如果她们 以后的话 我跟我妈妈说 我会替她感到非常骄傲 如果她是60 都可以学到 爸爸70岁 爸爸60 爸爸70 70了 对 爸爸70 妈妈已经68 希望她们可以学得到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你认识Carven Ong Carven Ong 是马来西亚 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 这个设计师 知道 我第一次在网络上 看到她 看我的直播 非常荣幸 非常感恩 有我的偶像 也是我的老朋友 Carven Ong 就是马来西亚的 这个 值得非常骄傲的 一位设计师 在看我们的直播 那Carven 她其实就是 你们如果有看 那个Crazy Rich Asia 的那个电影的话 那她分离的那一幕 就是穿着Carven Ong 的这个礼服 这个分纱 所以我觉得 马来西亚 其实的设计师 都很有才华 都很棒 然后呢 Carven 有些马来西亚的骄傲 而且最新的 那个Miss Universe 就是代表马来西亚 到国外 是在穿Carven的 那个衣服 那个衣服一开的时候 可以变成五张桌子的 我永远不会忘了 那个衣服 真的是 Carven Ong 可以设计去 这么棒的衣服 Carven 太棒了 Carven你好 而且我是从 我是从1999年 还是2000年 就开始认识她 总之我第一场 我就是走Carven的时候 第一场 我很想当初 她给我那个机会 因为她的 那个时候我是新人 没有什么人敢请我的 但是Carven就 她的人很好 你认识她的话 你会爱上她 她就说 要给新人机会 然后就 给了那个机会 我 然后我就 因为老实说 当你是新人的时候 你要那个第一个机会 是很难得到的 如果有人 那个第一个机会 给你做这个尝试的话 那 那个将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所以很感恩 有Carven 我很感恩到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 做了很好的朋友 我很感恩有她 就是给我的那一次机会 让我做她的秀 我是第一次做秀 她都让我做 而且她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她 她也是一个蛮新的设计师 但是很多新的设计师 也不肯不肯用 这些没有做过秀的model 然后我很感恩 当初 十二十一年前 第一场秀 可以做Carven 太棒了 她是一个非常帅的设计师 还没有看过她的本人 他是非常帅 他是那种 讲说呢 长生不老的 很像 很像这个谁啊 Albert Nicole 一样 两个都不会了 真的 Sweet memory 而且Carven还做过我的老公 跟我拍过分纱 在她以前有做model 一段时间 没有人知道的地蜜给我穿 哇 这些都是我不懂的 我没有听过的 OK 实际上真的是 了解Amber更多了 对 我觉得有一天 我应该请Carven 上我的直播 把她的料爆完出来 我也想问你 刚才你有讲到 一个部分是 怎么讲 很挑战的 我想问你 在这个modeling的世界里面 你觉得最有挑战的是什么 最有挑战性的 在这个modeling的世界里面 然后 你是怎么样去 overcome Jack 你那边网络不好 我听不到 最有挑战性的东西 哦 汪 说很期待 谢丽萍美 美女求饭 好 我最近很厉害煮饭 你知道我昨天 我还拍我的新的 这个Vlog 煮这个鸡饭 好吃哦 我煮到 所以你们要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看一下 我的这个新的 我在YouTube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这些小资讯 Jack 你刚才问我 等我那个问题 你在那边卡了 我听不到 对不起 你是说最挑战的什么 是吗 OK 对 在这个modeling的世界里面 最挑战的东西是什么 最挑战的东西 我觉得在任何的这个圈子呢 其实摩托啊 哇 有很多东西都很挑战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算成不挑战 也是可以 那我们的OK 你在以乐签啊 我不要说模特啦 我就说以乐签啦 因为我现在做的 OK 除了模特以外 还有一些关于以乐签的 一些小小的东西 那因为现在 你要成为公众人物 你就要可以去接受 被人家批评的那个时刻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因为树大暴风嘛 我们做任何事情呢 都会有很多人在讲 有些人当然是很支持你 给你很好的这些评语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 看法不一样 可能他给你的评语又不一样 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本身 可能我出道很久了 我对于这些新闻 我都OK了 我已经麻醉了 麻痹了 因为给人家讲到不讲了 那我的这个 我自己本身觉得 我觉得新的这些艺人 我觉得如果你们要 踏入这个娱乐签 因为现在网路时代 而且我们是 freedom of talking 在全世界都是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自由去发言 所以有时候 你不要去太在意 人家对你的这个评议 那个是蛮挑战的第一 因为那个不是说 我现在说到很容易 因为我21年了 我麻痹了 但是对于一些新人来说 我自己本身 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我记得有一天 有一个学生来到我的课室 他哭 那我就问他 什么事情你哭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 我们 那Ember有时候 会是这样子的 跟大家说一下 有时候我教课的时候 我会铺 一般同学 跟我拍的照片 铺上去网路上 那可能有一些人呢 他就会说 咦 那个都不美的 这样子 可是对于一个少女来说 可能他没有给人家讲过 他不美 所以他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打击 他就哭 他就觉得 可能他不适合当model了 那我要说的就是 在这个一乐圈 其实就是 你要去接受任何的频率 我知道现在 有些人说不好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 好的我就会学起来 如果是真的 那如果不是真的 我就听了就算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要看开一点 那是第一 第一个挑战 那第二个挑战呢 就是在一乐圈 其实我们的时间 都很不稳定 没有定时睡觉 没有定时吃饭 没有定时工作的时间 时间会乱七八糟 那第三呢 就是我们没有定 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 因为我们的工作 就是有做才有钱 没有做才没有钱 就没有钱了 那在这个MCO跟MCO呢 是一个在一乐界 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财务管理的话呢 你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 因为一乐圈都没有公开 现在 所以这边也是 另外一种挑战 那当然还有就是 当然如果你要做很久的话 你要一次不断的学习 一次不断的进步 这样子还有很多了 我觉得在每个圈子 都有自己的挑战的 只不过是 看你怎么样去看待 它是一个挑战 还是一个学习空间而已 那对我来说 挑战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样子 因为每次我挑战完 那个挑战 我就变成是一个 我的人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然后也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样子 是 像你讲这个被批评的 这个其实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不是挑战 我自己成为一个师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有一次 就是去到一个广场 这样子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 跟很多人 就是 在现场很多的人 然后我就站上去 然后我就跟大家直接 哈喽 我是Zack 这样子 因为我要挑战我自己 就是一对多的 这个能力 去跟人家沟通 因为那时候 我刚刚想要 想要开始当讲师 所以我觉得 那个时候 很多人笑我 也很多人在Facebook 因为我有post在Facebook 也是他们有去comments 好像stupid 什么 什么 就是很多不好的comments 可是在于 我觉得那时候 这个criticism 就是被批评的感觉 是很不好受 可是 我不会把它当成 就是 forever的东西 它不是永久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看了 能够给它算了 就算了吧 对 就像Ember刚刚讲的 其实 真的 我一直以来 就是看到Ember 就是一个inspiration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 你要当时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啊 你不知道 总之你只是要坚持 不要放弃 我不知道要多久 我不可以跟你说 你会多久可以成功 但是我相信你有 因为成功 只要你不放弃的话 因为很多人也跟我Ember 说Ember你很幸运 可以当supermodel 我说 我用了21天的时间 我用了我超过 我的半世人的时间 才可以站在 今时今日的位置 所以 一路走来不容易了 没有一日登天 没有一日成功的 这些故事了 很少 如果你是 成名的话 是可以 但是你很快就会 如果你没有努力的话 你很快就会掉下来 这样子 所以 对 那在这里呢 我要感谢 就是 Wu Su Yuen 对吗 Yuen Wu Su Yuen 他说也许 他说 也许被人讲 才是有知名 对这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 正面的思想去看的话 你如果没有人讲你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当义人 要有人讲你才是义人 对不对 也对 如果你用一个 正面的思想去说 那 Wu Su Yuen 我跟你说话 我不是一天生就这么强的 我也是有在 被单里面哭过 我也是 以前的艺人更惨 我跟你说 以前的艺人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 这个social media 可以去澄清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媒体写什么又是什么 你根本没有得去澄清的 那新闻 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伤心 然后我自己也有曾经 病在这个被单里哭 我自己也有流过 很多很多的泪 那但是就因为这些泪水 让到我变得更加坚强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这个 经历其实很神奇 很奇妙 当你经历越多 你就会越强 你就会越做也好 所以当你们遇到挫折 不需要去 你去面对它 你勇敢的去面对它 那当然三星是正常的 因为人都会有情绪 但是当你挑战完 那些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到 你人生又多了一个经历 你又懂了一个知识 你又变得更加强了 以后再遇到同样的问题 对你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你一定要在问题中学习 那你就会越做也好 这样子 这是我的一个 对 真的 因为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我比你更加的可能不幸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小就出来工作 我17岁我就来到基隆博 我拿着300多零级 在这边喘天下 我读书 我的学历又低 我才读到form 2 因为我的家境的问题 我又不能读很多的书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只会讲华语 附近话跟潮州话 广东话语句都不会 英语语句都不会 人家骂我stupid 我都不懂 他们在骂我的那种 马来话我会一点 然后我是沙巴州的马来话 就比较像Indonesia的那种马来话 这样子 那时候呢 哇 我真的是 蛮挑战的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人家跟我讲 我又不懂 然后我就要下来 然后我要去 去问人家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是真的是 从零学去 我是给人家笑 我的英语是给人家笑道 我会 广东话也是 每次妹妹的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你就要勇敢 不用怕 而且笑你的人其实 他会让你更强 他笑你你也会清楚 有时候 那有一些人当然他不是笑你 他很善良 我有些遇到我也很感恩一些 很善良教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会跟我说 Amber这个不是这样子念的 这个是这样子念的 那我就很感恩他们的这个教导 有时候会 那当然有一些笑我都会 我觉得人是一定要有好人跟坏人出现 不可能只有好人 那你只有好人的话 你就不能学习到自己 很多东西就学不到了 那人生一定会遇到很多好人跟坏人 不是坏人 就是一些 有一些教你的人 有一些就笑你的人 一定会有 这是人生 对对对 真的真的 刚刚Amber讲了 其实我有一点点的感动了 对不起 你今天竟然讲这么 是很touch 你知道吗 确利丹说 确利丹说 对对对对 都是 这些力量都是折磨出来的 对啊 我们 被人家折磨得多了 就会一来不想 哦 Joey Lim 嗨 嗨Zak 嗨 Joey 他们两夫妻 Cherry蛋 Cherry Cherry你好 Cherry是我的 就是 你在这个 嘉庆成长 的时候 我们是 就是 伙伴 你那边卡了 我又听不到你说话 不过Cherry我知道他在说你 Amber看到我吗 可以吗 有看到我吗 听到 你再说多一次 跟他你的话卡了 OK了吗 听到吗 听到了没有吗 听到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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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网络真的有一点问题 不好意思 大家 你懵懵乎乎蛮帅的 看他学乖 如果很清楚 就不是很帅了 老婆还好吗 就好彩 好彩是懵懵乎乎的 老婆 老婆 OK 老婆是在房间里面 对 我跟他讲 今天网络好像有一点差 我message他刚刚 然后他讲 他讲 他没有 他没有connect 那个wifi了 全部用data了 下雨啦 跟台湾面 可能有 对对对 有一点 刚才 Jack你是最棒的 Shirley说你 Jack Hong and Amber ZNA And I'm Zach Ang ZNA ZA 谢谢 然后我们做这个 ZNA团队 ZNA 然后就变成Jack Ever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每次看你穿红色的衣 红色是不是你的favorite color 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其实我 我比较喜欢穿红色是因为呢 我不懂 我就觉得红色穿了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比较 有观鲜亮 而且我觉得 红色是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穿在你身上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 对对对对对 很性感的一个颜色 认同 但是要选对的红 那红有很多种 那要选一些比较 那个高 就是Ember Chakermit的红 不懂这样说那个红 就是比较鲜艳的 这个高贵的红这样子 那我马上给大家看 我喜欢的红 其实是我的这个 学院的这个logo的红这样子 就是不会太暗也不会太亮 我觉得这个红很高贵 也不会太沉 我就是每次看你喜欢穿红色的 也是跟你的logo是有 跟你的logo是有关系的 也是一样的颜色 我家里的穿脸也是红色的 所以我喜欢红色 Cheli对 我是个很热情的人 Cheli刚才说呢 红色代表热情 对啊 可能我是吧 我应该算是热情的人吧 Jack好 你认识我到现在 是 100%的热情 100%的热情 可是我跟你说 我以前其实 我一直以来 我的性格都是红色 红色很适合 谢谢Cheli 我跟你说 嗨Paris 我的partner Paris E在这边 你知道吗 我以前从小到大 我都很喜欢红色 然后我一直以来 我的个性都很热情 但是 那可能我太热情了 然后就踩到钉 有时候 有些人的 女朋友或者太太会不喜欢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令到 另外一个女生觉得 是不是你这么热情 对我老公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学习 原来 我有对一些 有婚的 你觉得婚的男生 有一个格力 我也是当中学习 对啊 这也是有一个格力的 我虽然跟他说话 很像friendly 但是我们是 就是raw 这样子 但我要说的是 你说太热情也会踩到钉子 所以我就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 必经之路 然后要学习的 所以热情 什么东西 你每一个 每样东西呢 都是有优点跟缺点的 就是热情 它是可以是个优点 它也可以是个缺点 那 好胜 它可以是个优点 它也可以是个缺点 那 勤劳 它也可以是个优点 它也可以是个缺点 过度勤劳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 每样东西都是有优点跟缺点的 就是平衡就好 这样子 这样 这样安波 刚才有讲到就是 这个 被人家批评 我会想问的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本身 就是 被人家批评 这个经验 最糟糕的一次 是 是什么来的 你可以 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 每一次都 每一次都糟糕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 这个感觉跟经历吧 那最糟糕的 其实没有 每一个我都可以过关 应该没有最糟糕的 但是有一次 只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 可能第一次的时候 会比较伤心 正常 第一次给人家批评 可是我还好 还好 我跟你讲 我的家境是 从小就被爸爸妈妈骂大的 那种骂 因为我的是很传统的 华人的家庭 从小就拿着腾鞭打的 那种 我也是 然后就 不好的话 就给人家 你要吃草啊 以后啊 那种 所以就 就给人家 就从小到大 就已经 我的心已经变得很强了 你懂吗 我第一次给人家 我没有像我的学生这样子啦 就是第一次给人家批评 会哭 我会伤心 是正常的 现在也是 有时候我在这个网路上 看大家 我每次都有去看大家的comment的 所以你们在 在Instagram也好 在Facebook也好 或者是在Twitter 或者是在YouTube 或者是在我的这个TikTok也好 你们的每一个commentember 都有在看 那当然有一些是 好的 有些是不好的 当看到不好的时候 我很感恩啊 我有80到90%以上都是好的 通常偶尔会跑出一两个不好的 那当然我看到不好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还有人这样子讲我呢 我会伤心一下 但是 对对对 就一下子就过 会会啦 的确会 但是我很快就过了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会 病在那个被单里哭三天的那种啦 就会 那快recover 是奇怪的 那现在再看多了 现在就觉得 还好啰 就又是多一个这样子讲我的 算了吧 那样子 然後我不会去delay他們的comment的 我是一个 很端正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敢在这边批评我 我就给你批评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骂回那个人的是 支持我的一些朋友 我很感恩 我有一般非常支持我的这些粉丝 当人家说我不好的时候 他帮我去骂他 或者讲他这样子 打个例子给你听 打个例子 虽然我的英语还不是这样 英语 因为我不是 可能我的英语还不是很好 有时候我会咬字 或者我中文也不算很好 有时候我的一些用词 跟鸟字都会用错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你是一个艺人 你怎么讲华语都不准啊 或者你教 你是一个艺人 你怎么英语都不准啊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有一些粉丝 就会给他们不同的评议这样子 你自己很好吗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看到一些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有一般很保护我的一些粉丝 感恩有你们 很感谢有你们 爱你们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也是 好像我的中文哦 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 就是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一个人 对 就好像我现在在用中文来跟Emily对话 其实我是需要想了一下 然后再来讲出来的 因为我怕我哪一个词 我会用错的 对 你的主意是什么 Jack 你主要语言是什么 你是用什么语言的 平时 其实我是 我是习惯 我可以讲英文的 我是讲英文的 可是我在家里沟通来讲 我是用中文 可是我不会看 我不会写 我只会讲 可是很好啊 你已经很棒了 其实我跟你说 我刚刚认识Jack的时候 他是一个 我很记得 在这个Demise 因为我很少在Demise开张 那时候我很记得Juice Deep Roots 第一次就是在Demise开张 然后Jack就请我回去 做他们的特别嘉宾 是100%Corpest Juice 我还记得 然后 他就比较害臊一点点 他不大讲话的 他就是跟你笑 可是他就比较害羞一点 他今时今日的改变 其实跟他 我第一天 就从10年前 9年前 我认识他的那一天 是一个很大的人格分裂 对 我觉得 我都想过 他可以每天在主播 就是这样子讲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你给他这个挑战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很勇敢的 他出难 所以 我有跟Jack说 只需要你不放弃 有一天你会做得很好 因为 虽然有一些人 可能会批评你 但是 没关系 你做 你做一万次 就是如果你一百次 你做不好 你就做一万次 你一定会做得好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我比赛 10次 我没有拿奖 我做不好 100次 我相信我一定会拿奖 我一定会做得很好 这是我的个性 这样子 我相信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这样子 因为 有一些东西 有些人可能比我们 比较有天分 那他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的这个天分 没有这么好 那可能就慢一点 打个例子 Amber以前是一个 我比你更安静着 我小时候不说话的 我是完全不说话的 然后我小时候呢 很多人都以为 我有这个自闭症的 从在学校的时候 我不说话 然后我是那种 不说话到 那种同学 会拿我的书 那我们写的 那个功课的书 我一种时候 在我的养父 养母家住 就拿来画 之后老师就会问我 这么你画 你的书画到这样 然后老师就惩罚 我完全不敢出声 我是被欺负的 因为我太安静了 完全不敢说话 然后 一直到我 长大之后 我慢慢个性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当然环境改变了 我的个性慢慢会改变 那我要说的是 我是一个不大爱书画的人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说话 我觉得我已经是 可以证实了 我自己拥有的一个成绩 虽然我不能比很多讲师好 我可能比上不足比下友谊 有时候他说自己话 虽然我比很多讲师 可能没有讲得这么好 但是我觉得 我跟我以前比起来 我已经有一个 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觉得我还有进步空间 但是我可以做到今时今时 我觉得我已经是 很开心了 但是我还需要 可以再进步这样子 我希望你可以一样 你跟你以前比起来 你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将来你当然 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 我现在人不能比人 你不能比一些 如果我讲话 我就去当主持人了 不用当model了 sorry 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一直有去找过 Amber很多很多次 然后关于生意 关于我一些法 我都有跟Amber讲 所以Amber都会给我一个 就是很真诚的一个回复给我 然后一直跟我讲说 你要做这些东西 你要坚持 然后他一直跟我 就是很motivate我 所以我觉得 分享我的经验 我在这个 对 其实 其实我走 我从我创业到现在 其实很多的时候 Amber也是 其中一位是 给到我很多很多的动力的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真的希望 你的努力是 可以有回报的 有成绩的 加油加油 然后我要跟 谢谢 我是人嘛 我的生日是在12月14号 那我的新号码是9号 是人马座 为什么呢 新座可以 我的人马座的个性 我看回来 人马座其实已经是一个热情的个性了 那再加上我又爱红色更热情 大家 我应该会爱上 哦 嗨 Jasper Jasper Call Hello Jasper是 我一个朋友 古镜人 我发现 我们 我那天 我有一次 在古镜的时候 原来你在古镜 也有很多朋友 我有遇到一些 你的一些朋友 这样子 是哦 嗯 就是都认识你 Jack其实在古镜 很红一下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敢当不敢当 这么巧我认识到他的那半朋友 都认识他这样子 哦 因为我很常在古镜工作 以前呢 现在就 不懂几时还可以回古镜 我们想念沙包的 我们我们是邻居啊 你是沙包 我是沙包 可是就现在还不方便 因为家里有老人家 这样子 嗯 但是我跟我妈妈每天都有在Facetime 还好 OK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可是我有 我还有 OK来我快问快答Jack来 OK 来我还有三个 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OK 来 Ember 你当模特儿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当模特儿最终的一个目标啊 那以前就 看不同年龄都有不同的目标 十多岁的时候就想要成功 想要成为 想要拥有一个成绩 因为是我的梦想 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成绩 当我做出一个成绩的时候 现在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想要教导下一代 因为当我在这个签子 撕一年之后 我觉得 是时候让我去教导下一代 所以就开了Ember Chart Column 现在Ember Chart Column 也是十年了 十周年 那有想做模特儿的朋友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优惠 就是五十八千的折扣 给所有的这个化妆 模特儿跟指甲课程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的话 可以P&Ember 或者是可以到Ember Chart Column 的这个面子书 去来写更多 欢迎你 我们发现这 全面的课程 那我自己本身就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想教导下一代 然后呢 之后一直到 现在其实 我就希望 我的下一代 用他们想要这个成绩 因为我觉得 当你教导了下一代 让他们可以去思考 他们要的梦想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是非常棒 因为你赔出来的嘛 所以你会替他们感到这样 那个感觉是我想的 现在 所以每个年龄都有 不同的这个 成就 都想要有不同的这个成绩 这样子 对对对 Wow Thank you Aroly OK 还有 最后第二个问题 Amber 这个 这个是关于 Ashton的 Amber的儿子 So 你对Ashton的未来 有什么看法 然后 如果有一天 他也想当模特儿 那 你会不会支持他 或者是 如果他 不要当模特儿的话 那你是怎么样看呢 其实我 当然他当模特儿 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我可以当他的 最佳经纪人 因为我在这间子 混了这么多 但是 如果他不喜欢模特儿 现在其实 他小时候 其实有 跟我一起主秀 跟拍一些广告 那小时候 他其实对模特儿 有兴趣的 因为可能就是 时常看到他妈妈 在拍东西 在舞台下 自然他就会想要做 他妈妈做的事情 这样子 就我做的事情 他很厉害摆post 但是当他渐渐长大之后 他就跟我说 妈咪 我不想要再当模特儿了 我想要当Gammer 我想要当这个Gammer 好像谁谁谁 我都忘了那个Gammer的名字 他一赢奖赢 赢三千亿 这样子 那我就OK啊 这样子 我想到很好 但是Gammer 我说那个成功激励很低 因为Gammer呢 通常就是有好几百个 几千个人在比赛 可是只有一个人会成冠军 只有冠军可以 就是允许这个奖金跟奖品 那如果你没有 就是赢奖 就是拿到这个奖金的话 你就 你要打你就要打得最好 如果你不是最好的话呢 你就拿到这个奖金嘛 那你要怎么办呢 他就说没有关系嘛 你如果做不到这个Gammer的话 我可以做Streamer Streamer就是在那种 以前都没有这种career的啦 YouTube啊 Streamer 跟主播 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才有了 新的一代的工作 The New Norm So我要说的就是 他就说他想要做这个 Streamer OK至少他有自己打算 那其实他要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他 只需要不是会 害人的一些行业 我都会去支持他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 他以后可以贡献给 这个社会帮到更多的人 这样子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 我希望他可以做到的 这个一样东西 这样子 我觉得赚多少钱 那个不是重点 最重点是 你在这个社会生存 你的意义到底有多少 可以帮多少人 可以帮多少人 然后你离开的时候 多少人会为你 会记得你 会真的 真正的爱你 我觉得那个更重要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对对对 很低哦 我讲到 哇 很感动 都没有散出问题给我 他就直接跟我说 我今天很多问题 我问你 有一些他们会是散问题的 可是我可以了 我知道Jack不会问我一些 我不会回答的问题 对对对 总之今天晚上都是你会回答的问题 但我也相信说 其实Emble你是一个 我相信很多的问题 就算很奇奇怪怪的问题 给你都好 你都是可以克服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要感谢呢 所有反问过我的人 因为 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个 几百几千个反问 所以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说人生 一定要有很棒的这个经验 经验很重要 技巧是重要 但是经验更好 经验 其实我觉得自己本身觉得比 技巧重要 但是经验 其实会让你技巧更好 这样子 是 经验 真的是最重要 在任何行业 对对对 现在的这个new norm 然后新的这个 新的一代 新的这个改变 我相信 这个行业也会变得 我的网络有停吗 我相信这个行业也会变得 非常不一样 跟 跟这一个 我们之前的 一起来 因为新的一代 现在有很多新的 这个工作 都跟以往很不一样 好像我们 最近 我们今年10年会推出一个新的课程 就是一个 主播课程 因为我发现到有很多 男生和女生 Jack是很好的 Jack他很有经验 但是我说有很多 Jack应该也有学过 那我觉得很多这个主播 他们就是上节目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些 律师啊 老板啊 医生啊 很多 他们就某丁丁要 或者是卖菜卖鱼的 suddenly某丁丁要上直播 就是销售他们的这些产品 那有一些有打品牌的 可能他们就需要学一些 基本的这个装 基本的服装 对 灯光 基本的服装 要穿些什么 这样子 可能一些比较花的 尽量不要 因为你花花的话 整个直播人家都会看到你花花的 这个衣服不会看你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的这些知识 我们都希望可以就是教导下一代 然后教导一些 现在需要的这些直播 是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也会跟一些公司合作 这样子了 做直播的东西 他们会教这个技巧 直播的技巧 OK 我相信Amber今天晚上分享的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很 就是很有很有价值的 那 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Amber 我想问你 OK 那如果现场的人 你们在 在听的 那如果 今天你想要成为一个model 或者是我想要成为一个model 那我想问Amber的是 你会给我 就是 你三个 OK 三个最top的一个advice 如果今天我想要成为一个 模特儿 我觉得不要不要成为一个普普通的模特儿 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模特儿 对 那你会给我最top three advice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再想了 马上行动 因为想是不会实现的 你要行动去实现你的梦想 那是第一 因为你 我遇过很多一些模特儿 他们想了 想到他们40岁还在想 他们已经是没有了这个机会 可能机会就减少了 这样子 想是不会实现的 那是第一 那第二呢 不要就是有很多人呢 因为他们想去做某某的一些工作 他们都会想 可能我不能的啦 可能我不适合的啦 也不行的啦 你看 我觉得不要去凭自己 让专业的人士去凭你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行不行 当 你没有试过 你永远不知道你行不行 就好像当初 如果我没有来吉隆坡 去尝试 趴近这个模特儿圈子的话 今时今日 可能我还在菜市场 帮我爸爸卖鱼 或者可能我在萨巴州 斗路生了一打的儿子 十二个小孩 我还在想 我可不可以当模特儿 我永远不会有一个答案 你在一人生 我觉得 最基本要对得起自己的 就是给自己一个答案 那 不要 第一行动 第一是行动 第二就是 就是 不要去judge自己 不要去想自己行不行 要去尝试 才可以达到一个 真正的答案 然后第三呢 其实就是 在很多圈子 我觉得 这个正面的思想 都非常重要 和努力 就是 其实我要说的 就是attitude 那attitude就是包括了 你的这个专业 你的专业 你的这个正面的思想 你的这个个性 你对待人的 这个 全部的东西 都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 在一个圈子 还有努力 也是一个好的attitude 那如果你要在圈子 走得很远的话 你就要拥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性 这样子 保持 要好学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attitude 所以就attitude 因为attitude就是 好学专业 你愿意去进步 愿意去接受批评 就是愿意去学习 那第二就是 当然就 因为你不踏出那一步 你也不会知道 你自己 是 真的 可以帮到大家 这样子 对 谢谢Jasper 他说行动批评 几人 对 谢谢 对 真的 然后第四个 我可以讲的就是 一定要去 Ambichia Academy 对 其实我之前 在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我有拍了一个 Vlog 就是跟大家分享 How to be a model 那我有在那边 教导他们几个不同的方式 这样子 所以就让他们 要怎么样开始 当然如果你要来找 Ambichia Academy 的话是比较 因为我们就是可以 教你所有 在很短的时间 让你学会所有 你需要学的东西 对 但是如果 大学的 自己在网络上学啊 或者是去碰钉的话 你可以 好像我是去参加 学美碰钉 碰了很多钉 我才会走毛骨的 我给你一个很棒的 列子 但是问题是 看了每个人都有 现在以前 因为没有学院 没有办法 但现在有学院 那就可以很快 因为以前我是 来自用锅 我大概用了 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 我才慢慢的 踏进这个模特兒 我才得到 Curban On的第一场授 然后我要说的就是 我碰了很多钉子 才得到我第一场授 那如果你当然 想要一步登天 就是固执一步登天 就是可以有一个 因为我这21年的经验 你不可能用21年 你自己的21年去经历的 才来当model 所以你要跟这些 有经验的人学习 然后我可以把我21年的经验 交给你 就是跟你分享 或者教你 那你就可以省为21年的时间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像如果有人要开一个 果子电站 我相信他不用去碰钉子 你用了8年的时间 对8年的时间 他可以将他8年的经营的 这个经验告诉你 那你就是走少很多烟网路 那是第一第二 你就是8年的时间 去碰这8年的钉子 这样子我要说的是这样 其实如果你要当什么行业 是在那些人身上学习这样 所以我很喜欢听人家的故事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我想要学习 他们的这个 成功的经历 因为每个行业都有 不同的这个成功的经历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人的背景 都有不同的这个成功的经历 然后每一个人经过的 这些问题跟挫折 都会跟我们不一样 这样子 Jasper call Jasper讲什么 我可以去吗 可以啊 你知道现在在中国韩国 我刚才在日本 CM model 40号 Jasper 非常红的 在国外是非常流行的 那马来西亚的市场 可能没有这么大 但是还是有的 因为你有 我相信你也有看到一些广告 他们都是 不是只是年轻 美女帅哥的 他有时候会有小孩 有时候会有 Grandfather 公公 婆婆 懂吗 很多广告都 他们都是model啊 所以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Don't judge yourself Cherry Cherry讲什么 我可以向你学习吗 私底下PM 可以啊 Cherry 当然欢迎你 你可以就是PM我 就是在我的 Instagram或者Facebook 那我的Facebook是 AmbraChat 但是有很多AmbraChat 我找Facebook 其实我的是 The Real AmberChat 跟我小孩子 这样子 然后我的这个 IG就是这个 我觉得 我通常 IG会比较容易 Check Message 因为IG的PM 比较容易看到 OK 就PM PM Amber的这个 IG 我今天是拍这个广告 所以我样子才会讲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新的这个 课程 我今天结婚 今天结婚 哇 所以我今天结婚 我们因为我们刚刚就是 因为现在很流行 这个韩式的 这个新凉妆 就是 以前是流行 雅 雅 是美 美式的嘛 然后之后就流行一点点 日本 日式的 其实很流行韩式 那我的这个化妆师呢 我们的 Makeup Coach 就是我妹妹 她刚刚就是去学了 这个韩式的 这个新凉化妆 所以我今天画的这个妆 其实是韩式的 所以你看到 很有光泽 亮亮的 因为那是韩式的 头发已经是塌了 因为我是从早上到现在 但是我跟她也有合红 我的年开始出 我刚才吃火锅 所以就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今天就是 有这个新的这个课程 将会在这十周年 launch这样子 因为 我觉得 明年会很多人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这些分离 都cancel到晚 所有的活动都cancel到晚 因为不准 CNCO 然后现在因为 COVID-19和coronavirus 那我相信很多分离 都会换去 因为要结婚的人 还是要结婚的 他会推去明年 然后很多活动 公司他们拥有 这个marketing budget 他们一定要用的 他们一定要主办活动的 所以他们就可能会 把它全部推到明年 所以明年的话呢 所有的化妆师 跟一乐签的人 都会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 对 就 我们希望可以培养 多一点这个化妆师 出来在现在 因为明年应该是 不够 不够化妆师用 很多结婚的人 很多其他人会请 是因为 明年是两年的 这个新郎新郎疫情 而且他们新郎新郎 结婚的时间 通常都是一样的 早上跟晚上 就 对呀 碰到时间 这样子 嗯 我也是很多朋友结婚 然后都 移气明年了 对 Jasper说 对 减少碰巧的时间 今年都在家里 做baby 那很好 做多一点bab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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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人家 对 是 好哦 那 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感恩 有Ember 来到 AMIP 来跟大家分享 那 真的 我也 我也非常的感恩 感动 因为今天 Ember 真的分享 很多很多 然后 我相信 这一次也是 我第一次问Ember 这样多的问题 哦 是吧 我们其实都 通常我们应该不会聊这样子的东西啦 对 但是很可能 是一样可以跟 就是 Jack一起在这边聊天 Jack 希望你会夜桌也好 我希望 你会一直抱着正面的思想 就是坚持你的梦想 加油哦 好 希望你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坚持到底 不要管人家怎么说 就是做回自己 然后不断的学习 然后有进步 最近我有看到 我拍一些朋友 蛮有创意的 是蛮有 我也是在拍电话 对 其实现在我的focus是 MIP 对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 我的另外一个page 叫做 Zack Hong Daily 那Zack Hong Daily 其实不是 不是我基本上在handle 那 其实 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page来的 那我有尝试去卖一些东西 也是在try 所以我觉得 人生就是 一定要很勇敢的去做一些 你通常不敢做的东西 所以勇敢的去突破 所以现在我的focus MIP Asia's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要找到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 我相信将来MIP的page 会有更多的influential的人 进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今天晚上也非常的谢谢 Ember的分享 谢谢Jack的邀请 好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祝大家一个 对 很好的这个weekend 明天是星期四明天 星期五了 那 希望祝大家晚安 然后 叫假期了 就是Raya了 这个礼拜 那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 这个holidays 虽然今年的这个holiday 跟以晚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平安地度过 这样子 就平安很重要 So be safe be healthy And yeah 所以还是一样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汤 离开车 还要照顾自己的卫生 照顾自己健康 对 对 Ember都帮我讲完了 有很多S&E 我知道现在的时候 很挑战 但是我希望我们 都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我只需要我们 我相信只需要我们去 做出改变 然后愿意去接受 这个新的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需求 我们就可以生存 虽然会很辛苦 在改变的过程 但是我相信 我们是可以挨过气的 一起加油 所有的 一定可以 所有的这些 Young Entrepreneur 或者是大老板 大家一起加油 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 我们跟大家讲个安 Good night Thank you D.A.S. Thanks for watching Thanks Peter Bye 好了 大家晚安了 Bye Bye